俄军对巴斯前线指挥部战报在时河表示 俄罗斯武装部队距离东乌重镇塞维尔斯克只有4公里 而当天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隆显则表示 有少量朝鲜军事人员可能正在断念此刻式附近活动 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则表示 少数的朝鲜军事人员主要是工程人员 正在被占领的断念此刻中活动 北断念此刻左侧 这就是利西藏斯克 这是一个高地 利西藏斯克与北断念此刻只有一和之隔 在利西藏斯克以北地区 这就是塞维尔斯克 俄罗斯军队在这个方向与乌克兰军队进行一个对峙 周四 根据俄罗斯顿巴斯前线指挥部发布的战线图 俄罗斯军队已推进至塞维尔斯克 克雷美纳亚 托列斯克 波克罗夫斯克和 拉伯蒂诺附近 当天战斗发生的焦点地区为塞维尔斯克和托列斯克等地 目前战场的地形特点是 在冬季到来之前 随着季节性变化 双方机械化和步兵的机动受到限制 许多由落叶桥木组成的防风铃也失去了大部分的树叶 为步兵群提供的隐蔽性降低 使双方的步兵更容易受到无人机侦察和战术火力的攻击 俄专家的观点 尽管恶劣的天际条件 可能会降低顿巴斯俄罗斯步兵的作战效率 但是在去年秋季 俄军机械化进攻行动最困难的天际条件期间 俄罗斯军队重新夺回了当时的战场主动权 俄军也有可能在今年秋季类似的天际条件下 通过持续的进攻压力寻求保持目前战区的主动权 俄罗斯军事指挥部的战术企图 在近期通过高强度的机械化推进 跨越在天际条件恶劣化之后 必须要穿越的战线的开阔地 在开阔地防风铃落叶之前 能够抵近重要的战略企图的定居点 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 塞维尔斯克等方向 周四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发言人鲁斯兰表示 俄军正在顿巴斯主要的方向 增加了坦克装甲车的使用 在哈尔科夫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今年7月25号以来 俄军已在顿巴斯中线进行了至少四次 营级重装机器化的协同攻击 今年9月下旬以来 俄军还沿库皮扬斯克 斯瓦托沃克雷文娜亚县 恢复了相对大规模的坦克机械化的攻击 俄罗斯军事指挥部 也有可能只在加强机械化推进的活动中 使俄军以最大的可能性跨越开阔的田野 并巩固在附近的前线的定居点 俄军然后可以利用这些支撑点 发动进攻的行动 以实现作战的目标 例如能够夺取 对尼茨克西部的库拉霍夫 或者是能够夺取 波克罗夫斯克和塞维尔斯克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现在俄罗斯军队已经建立了 在攻四点以外作战的既定模式 并且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 能够运作熟练的战术 俄罗斯专家认为 科林鲁林宫最近实施了 多项前线临时通讯系统的措施 这也包括限制了在前线人员 使用个人的电子设备等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到目前为止 都未能为俄罗斯前线部队 建立起安全有效的官方通讯的系统 这也是俄军在今年冬季战役的 最大的短板之一 富豪卫视卢语光伊万 沙维 拉曼 北敦捷茨克的报道